Hello 大家好 我是家聪 相信大家平時出去買東西 出街買菜 或者吃東西的時候 都很多人會叫 英俊多少位 英俊要點什麼 之類這些 而我一直從小到大都有這些經歷的 相信大家都有 不過我一直都認為這些只是客套說話 純粹是一個禮貌的稱呼 沒理由說是乾弟買什麼之類的 但最近發現了一些情況 令我覺得 可能街市 茶餐廳那些阿姨 他們應該是認真的 不是玩玩下去 為什麼我會有這樣的想法呢 因為最近我們只要投放IG 總是會有一兩個女生在我的帖子下面留言 之前就說 如果你不想搜寧 就不要暗進來之類的 但如果大家有看過真心的不冒險 應該會知道我是一個很傳統的男人 有些事情我覺得是要堅持下去 所以我就沒有暗進去 不過今天呢 話說我剛剛就投放了一個魔術片上去 然後突然間又有一個這樣的女生在留言 她就跟我說什麼呢 嘩 等等 原來她不是跟我說 她就問有人想和我約會嗎 糟了 我剛剛看錯了 原來跟我說 我以為她是問我約不約會 所以我打算拍片 原來 OK 不要緊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 再見 拜拜 等一會 她雖然不是指名道姓問我 但是她問有沒有人想 其實我覺得OK的 可以和她約會的 我只看她的照片 我覺得我們是挺合適的 所以我其實留了原諒 介不介意我拍Forg 但她還沒有回覆我的 但不要緊 我覺得做男生我們主動一點點 我們先暗進去 了解一下她 首先我為什麼覺得我們會好似呢 我從她的頭像 我看到的 她跟我一樣 都是很怕熱的 她甚至應該比我更加怕熱 所以你看她穿的衣服是很少 很少 了解這個女生 先看看她的故事是什麼 故事是什麼 Oh my god 她真的很怕熱啊 大佬 她怕熱到爆 但是我要留意到 她上面寫著色情 然後有個心心公仔 有點流汗 真的怕熱流汗 觀看我的手淫 裸照和視頻 有一條舌頭 點擊女生 究竟這是什麼來的 這是什麼人來的 究竟那是什麼人來的 要約別人出街呢 將會跟她拍Forg 她是一個什麼人呢 我要了解我的女嘉賓 今天我們就解剖一下 究竟這些帳戶 不停在IG下留言 暗進去會發生什麼事呢 我們就看一看 好嗎 暗進去吧 Hello 大家好 我是家聰 看之前 要說一說 大家應該會留意到一段影片 和我這段是分開時間拍的 所以我需要說回 其實我每次拍這些片 我都不是打算賣廣告的 是純粹拍完之後 剛好有廣告 那沒理由不接的 是不是 所以這次的影片 就要感謝Surfshark VPN贊助 Surfshark是世界上發展得最快的VPN品牌 那為什麼要用VPN呢 首先它可以模仿你地區的問題 解鎖你所在地區的內容 例如Disney Pass HBO Netflix 等等 還有有時候我們上網買遊戲 或者買其他東西 你在不同地區 其實價錢是會不同的 有些地方可能就會比較貴 但當你用了VPN之後 就可以避免到這個價格歧視 還有你只需要一個帳號 就可以給你所有的設備 無上限地隨便使用 有興趣的朋友 現在可以用我影片下面的連結 立即有15折優惠 是15折 還有還有免費使用3個月的額外優惠 還不快下載? 還有一次多謝Surfshark VPN贊助 這次的影片我們繼續看影片 他說警告你將會看到裸體的圖片 和首任的視頻小心 有 單擊繼續以查看更多裸體和首任的視頻 繼續就是查看 那這些視頻開始是什麼呢? 老實說正常來說 我是不會看這些東西的 你知道我的人是怎樣 但是 我覺得這些帳號有可能是那些騙子 因為最近我留意到 很多這些騙案 無論是澳門、香港、其他地方 都經常有人被人騙錢 所以我們抱著這個探險精神 真是求證的 我們要看一看 我們繼續吧 好嗎? 我們看一看 有什麼? 我們有很多很飢渴的女生 在這個網站上 他們說他們想傳一些裸照給你 在你見到他們之前 我們要問你一點點問題 原來這個世界有 女生會長期很飢渴 在等裸照傳給別人 我們不要你真還是假 我們先進去看看 我們先進去看看 OH MY 他是問你有沒有跟陌生人發生過什麼關係 他可以選擇YES還是NO 可以選擇這個秘密 我覺得這個其實 不論他是不是騙子都好 這個問題是關乎到我人生的安全 我是沒有的 是 OK 這些我通常不看 我不看 我會打格子 你放心 他還問問什麼問題 他只是想要性愛 不用什麼關係 你想不想這樣 我不想 我不想 我不是不想有束縛嗎 我什麼都不想 我都說不想 你還這樣 你是不是準備好 傳你下面的照片給女生 我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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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準備 等一下 我不看 我真的不看 你知道我看到這些我頭暈了 那個人不舒服 我真的是求證 我暫時決定不到 其實我兩個都不想 但我還沒看 我還沒看 等一下 你不要這樣 請你尊重一下自己 好嗎 OK 差不多搞定了 他說我是合資格進入他的網站 雖然我也不知道他如何判斷這個資格 完成了我們個人資料 就可以去找女生 繼續 嘩 我不明白什麼意思 我想應該要答yes 我夠不夠十八歲 我不夠又怎樣 我不夠 它是不能讓你選擇的 即是你暫不夠 它是沒有反應的 我暫不夠 好 馬上可以 在這個情況 我已經覺得這個網站一定是古靈精怪 我平時想的那些正經的閒網 你一暫不夠十八歲 你真的不能進去 我覺得它這個有古怪 我沒有想閒網 我聽人說 NO 喔 NO都OK的 有關在途中跟它發生性行為 我不行的 我都可以繼續 OK 我最近看了一張相片 我記得有趣的 說起這個發生性行為 都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就說只要你這輩子 都不結婚 那你所有的性行為 都不是婚前性行為 我覺得很有道理 這句話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他們喜歡野性一點 我可不可以處理這些 我不行 我穩純的貓仔 我不行 OK 還要證明我不是機械人 你選這個女生出來吧 Show me the girls 看會發生什麼事 開始問我喜不喜歡種族的東西 我們全部說一遍 我們全部說一遍 說真的我真的進來 認識朋友 找一些女嘉賓 所以我其實是不行的 喔 我不OK也有83 有83%的女生可以做我嘉賓 那這次發達了 可以跟她聊 我們看看發生什麼事 它有一個offer給你的 限時優惠 24小時的試用應該是1元美金 它保證 你是可以成功跟女生出來的 OK 那我們可以選給1元美金 或者不要了 原來還有一個免費的 看看免費是怎樣 OK 原來我附近有一個這樣的 喔 開始人L了 開始人L了 OK OK 我猜不到原來澳門有這麼多外國人 是不會穿衣服的 突然間一座 美麗這些事沒得說 就算沒有擺照 也有人那麼容易去找我 OK我聽說什麼 你喜歡大波波波 說我還沒說 他問我喜歡他 他沒有 經過我同意他 就發了照片過來 我回覆他 我回覆他了 我回覆他了 蛤? 現在如果我要回覆他 就要給你1元美金了 這個也是慣常的 騙人 老實說 這個是機械人 他純粹扮演你 然後引你去落搭那1元 但我覺得那1元之後 應該會更加多錢 你看到嗎 我一輩子最受歡迎這一刻 瞬間有五個外國人 他們無視這個語言 無視這個區域 無視這個空間 他直接想跟我聊天 正常呢 這裡是完的 但我們試一下 我試一下給這1元美金 但老實說 這個我很危險的 以我聽回來 你給這1元美金 他會自動去幫你續約的 就是可能 完了這一天 試玩之後 他就自動幫你 加入他的計劃 可能一個月多少錢 或者一年多少錢 就自動續續續 然後你是很難去停的 你是可能要傳個mail 到他的客服那裡 然後叫他不知怎樣 剪掉他之類的才行 我知道 偶爾上下網 我真的 老實說 我曾經上過一個英文的APP 我真是鬼噁眼 但我跟你說 我到現在都不知道怎樣剪掉 這個是這個 就是那種你付少許錢 進去 你是很難取消 他自動幫你續約 不停扣你錢 所以我覺得這個 應該也是 但我們試一下 好 開始 做了會員的照片 立刻激了很多 蛤? viewvr 燈? 燈呢? 我不是vr 我是viewgirl 等一下 等一下 我開始覺得我被騙了 瞬間進來 是一個看鹹網 這個是鹹相 我不是註冊這個網站 這個是一個普通的鹹網 號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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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用一些可能可以讓你約炮的網站 來做一個引誘 然後引誘你去加入他們 加入會員 我想應該是這樣 目前來看 我真的不熟悉這些東西 如果有人熟悉可以說一說 就是會騙你 註冊了給錢 然後進去就純粹是一個鹹網 他還很好 他提議我買了vr 我現在還怎樣 我知道究竟我是可不可以取消 還是他之後會繼續扣我錢 如果你想取消你的會員 就要根據以下的指示 我的user呢 可能取消是超麻煩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他剛剛沒有讓你選擇過你的名字 他就自己生成了一個很長的名字 博你忘記了 糟了我還沒有 我忘記了截圖 OK 出發了 他就說Support的團隊 接下來就會回負我 他原來那天是註冊了兩個網站的帳戶 不知道為什麼 那我們取消了這個vr vr先 OK 有一點點良心 有一點點良心 我可不可以跟他聊天 OK 我先找一些很熱情的回覆我 這個熱情到爆了 我們現在回覆他了 看他講什麼 Hello OK 第一個不管我 我們魚翁散網 Hello 我在打字 Hi 英俊 我想知道你有沒有feel 沒有 這個我沒有看到 他跟男朋友分手了 他叫我發一些照片給他 可能他會展示給我看他 他有點野性 有沒有興趣去跟我聊聊天 我只是覆中文 反正他應該住我附近 剛剛吃完飯 他聽得明白 他真的聽得明白 好啊 我不是知道你的名字 還有你從哪裡來 你一直想要什麼 我叫豹哥 澳門人 搞事的 我再看他說什麼 我發了一張照片 你這個星期六晚 有沒有空 我有時間 他想見我 有空 本身約了女朋友 家人吃飯 我們很老實的 我們出來交友 吃完都OK 挺好的 一個外國人來到澳門 還有廣東話 英文很流利 其實廣東話 又看得懂 這件好東西 我看看他怎麼回覆 會不會把照片發完之後 他就不回覆我 好 我是不是不應該這麼快 發張照片給他 我衝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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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都是秒回的 看看其他 OK 他也是叫我英俊 我想的什麼 他這麼相似 說一些話 不是一樣嗎 這句完全一樣的 OK 很神奇 可能這句話 是外國人的打招呼方式 我不知道 我很興奮 這次我們不要發照了 我們不要發照了 我們看看他覆不覆我 覆覆覆覆 趁他正在覆的時候 馬上發照 這次比較帥 好 好 趁這個機會 看看我的照片 還是那個問題 我是否英俊 覆覆覆 覆覆 這個覆了 你覺得有什麼安全的 我們可以做 他完全無視了我 那句是否英俊 我明白 他覺得我說一些廢話 他一定是英俊 他無視我那句是否英俊 我又無視他那句 我可以拍個垃圾桶給你看 看他重不重視我們這段關係 會不會在我這麼無厘頭的情況下 他盡量把話題 拉回去正軌 一段時間後 他生氣了 現在 平時做些什麼 我職業是什麼 我是不是SINGLE 我們先發燈給你看看 問他1-1等於 我們先表現得高深莫測 他問我是否真的有興趣 跟他找些事情做一下 我們再問他 我覺得這條問題 就是及我的智商 所以就看一看他答不答到 他答到0 我就決定跟他做朋友 還是沒有回覆我 好 我要先取消帳戶 OK 確認一下我是否真的解鎖了 還行 大哥 我是否真的解鎖了 我想知道 看看能不能登記 都是能登記 是否因為他扣了我1元 所以我這一天還可以在這裡用 我想問 總括來說 我試完了 幫大家測試了 我不知道他實際想做些什麼 但是他很古怪的 即是一開始就很大班人 會很熱情跟你聊天 然後你要回覆他們 你就要用1元美金 去參與體驗的會員 一天的限期給你 你看到他們的反應 由一開始很熱情 發出自己的照片給你 到之後就開始不回覆你 甚至他們回覆你的東西 其實是久不回覆的 基本上這些 應該全部都是機械人 是他們自己設定了 每個帳戶登記 他們就要回覆你 其實你回覆他什麼都好 他都是回覆你的幾個東西 是哄你落搭 讓你去參與 然後可能就在這個網站 推銷你其他 可能你會推銷你 下載一些APP 或者推銷你去其他閒網 做會員 但是幸好 都可以cancel 但是cancel就麻煩一點 我不知道他還有沒有其他方法 原來可能拿了一些什麼資料 如果知道的朋友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說一聲給我們知道 或者給大家知道 澄清一下 我是知道他騙人 我先進去看 我不是真的打算教人 我怕有些人真的以為 我是打算去認識朋友 或者怎麼樣 沒有這些想法的好不好 就純粹拍片給大家看看 簡單試了一試 其實你不會有你想像中的東西 你進去起碼都是沒有著數的 大家就小心一點 或者大家有些什麼 真的關於這方面的資訊 真的大家留言 我們大家 告訴身邊的人 因為我們會覺得 是不會有人相信這些 但事實是真的很多人相信 今天這條片就到這裡了 多謝大家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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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